警方正式向流亡海外的大马富商刘特佐 转开法律兑付行动 根据DHMarket的报道 武吉安曼商业罪案调查部和总检察署 今早入禀布城地庭 以洗黑钱和盗用一马资金等八项控状 向富商刘特佐和他的父亲丹斯里刘扶贫 提出刑事诉讼 警方也向法庭申请逮捕令 寻求逮捕身在国外的刘氏父子 消息透露 警方的下一步行动是寻求引渡刘氏父子回国受审 根据我国法律 涉及刑事案的被告必须出庭 案件才能开审 刘特佐被指是一马公司丑闻的关键人物 我国警方曾经派人到香港追捕刘特佐 但刘特佐已经逃到澳门 多家外国媒体后来也报道指 刘特佐目前仍在中国 获得中国的庇护 不过他本人透过律师否认 认为这个消息是首相马哈迪 一手设计的 他也表明绝不会向大马政府屈服 NTVC综合报道 NTVC综合避典宇 accomp NTVC综合 log